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国王和皇后都非常疼爱白雪公主 可是好情不长 皇后生了重病 不久就死了 国王又娶了一位新皇后 这个皇后长得非常美丽 但是她的心肠非常的坏 她有一面魔镜 可以知道任何的事情 于是她就天天去问那面魔镜 镜子镜子 谁才是全国最美丽的女人 魔镜回答道 啊皇后 您就是全国最美丽的女人 皇后听了之后 心里可得意了 许多年过去了 白雪公主长大了 她越长越美丽 有一天 皇后又问魔镜 镜子 镜子 谁才是全国最美丽的女人 魔镜说 啊皇后 白雪公主比您美丽一千倍 皇后气坏了 她叫来一位猎人 对她说 快去 把白雪公主带到森林里 杀死她 然后拿她的心和肺来见我 猎人是个善良的人 她把白雪公主放了 然后打死了一只野猪 用野猪的心和肺拿去见皇后 于是皇后以为白雪公主真的已经死了 白雪公主在森林里不停的跑啊 跑啊 终于在天黑之前 找到了一间小屋子 白雪公主走进去一看 只见屋子的正中央摆着一张餐桌 桌上放着七个小盘子 七把小汤勺 七把小刀 七把小叉子 和七个小茶杯 靠墙边 放着七张小床 床上都铺着雪白的小被单 白雪公主又饿又累 于是 她从每一个盘子里 拿起一点点的东西来吃 又从每只小杯子里喝一点点的酒 吃完之后 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 到了晚上 七个小矮人回来了 他们点起了七盏小油灯 把屋子里照得亮亮的 接着 他们就发现自己的东西被人动过了 谁坐了我的小椅子 谁吃了我盘子里的东西了 谁舀过我的面包了 谁喝过我的酒了 谁尝过我的菜了 谁动了我的叉子 谁拿了我的小刀 后来 当他们发现是白雪公主睡在床上时 他们都不出声了 其中一个矮人说 噓 不要吵醒了这位美丽的姑娘 这时 白雪公主醒了 她向七个小矮人诉说了自己的遭遇 是皇后把她赶到森林里来的 七个小矮人都很同情她 就把她留在了家里 从此 白雪公主天天都帮七个小矮人洗衣服 做饭 把他们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七个小矮人可高兴了 这一天 皇后又来问魔镜 镜子 镜子 谁才是全国最美丽的女人 魔镜回答道 啊 皇后 您是这皇宫里最美丽的女人 但是 七个小矮人那里的白雪公主 比您美丽一千倍 皇后生气的说 谁比我美丽 我就要害死她 于是 她精心制作了一个苹果 这个苹果一半是绿的 一半是红的 绿的那半无毒 红的那半有毒 然后 她扮成了一个卖东西的老太婆 来到了七个小矮人家的门前 她看见白雪公主站在窗口 就大声叫卖道 卖苹果了 卖苹果了 小姑娘 买个苹果吧 白雪公主说 我才不买呢 皇后说 这么好吃的苹果都不买啊 她拿出那个一半有毒一半无毒的苹果说 你是怕有毒吗 那我吃给你看 皇后吃了那半绿色的苹果 然后把红色的那半苹果递给白雪公主说 这半红色的送给你 吃吧 白雪公主从窗口伸出手来 结果那半有毒的红苹果 刚咬一口就被毒死了 七个小矮人回到家里 想尽了办法 也没能把她救活 他们哭啊 哭啊 不知哭了多少天 也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说来也奇怪 白雪公主虽然死了 却仍然像活着的时候 一样美丽 七个小矮人 舍不得把它埋在地下 就请人给她打造了一个 透明的水晶棺材 七个小矮人 把棺材抬上山去放着 每天都派个人 守在一旁 有一天 森林里 来了一位英俊的王子 他看见 躺在棺材里的白雪公主 仍然像活着的时候 那么美丽 就对小矮人说 我太喜欢她了 请让我把她带走吧 七个小矮人 见她这样诚心 就答应了 王子的手下抬着棺材 走着走着 忽然被一棵大树绊倒了 摔了一跤 说来也巧 这一摔 把白雪公主喉咙里的那块毒苹果 给摔了出来 于是 白雪公主就苏醒了过来 王子和白雪公主结了婚 婚礼非常的热闹 来了很多客人 七个小矮人也被请去 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那个坏心眼的皇后 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国王得知了 他谋害白雪公主的经过之后 把他赶出了皇宫 再也不允许他回来害人了 从此 白雪公主和王子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